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收睇到网点评 我是李思 东京奥运踏入开幕到早半年 是否能预期今年举办 仍然中雪纷纹 有意见指 即使奥运会以闭门形式进行 也将会面临重大的经济损失 英国广播公司报导 东京奥运会还有半年就开幕 到目前会以哪一种方式举行 仍然不确定 英国广播公司 引述国际奥委会成员指 如果东京奥运会2021年 如期举办的话 可能不得不以闭门方式举办 说哪一个都喜欢有热闹的观众 但是如果唯一可行的方式是闭门 相信大家都会接受 报导引述日本经济学家估算 受新型冠状病毒疫情拡大影响 如果东京奥运会同残奥 以闭门形式举办 经济损失将会达到大约24000亿日元 即是折合大约1808亿港元 估算是基于东京都奥运会 以及是残奥会筹备局预期的经济效果 计入各种损失 当中包括赛事参加者和观众 家庭消费支出等等 预计损失大约7198亿日元 即是大约538亿港元 闭幕后的体育振兴等活动 将会产生大约超过1万亿日元 即是大约747亿港元的损失 专家又指根据去年3月的估算 如果奥运取消 经济损失将会达到大约45000亿日元 日本的年度经济增长 预料亦都会因而减少0.8% 鉴于新冠疫情 国际奥组委去年3月决定 将东京奥运会推迟一年 计划开幕日期为7月23日 残奥会就在8月24日开幕 国际奥委会成员指 如果东京奥运会再租取消 推迟2024巴黎奥运会 和2028洛杉矶奥运会 并非现实选项 早前有消息指 东京奥运会可能再被取消 但日本政府强烈否认有关消息 东京奥组委发表评论表示 日本政府 东京都 奥组委 国际奥委会和残奥委等等 所有相关的机构 正是为今年下季举办的奥运 尽全力努力工作 好了 节目时间到这里 多谢收听